亲爱的老邻居 爷爷 我帮你 谢谢你啊 小妹妹 谢谢你啊 不客气 爷爷又是一个人 好疼啊 爷爷 你没有事吧 没事 没事 我扶你回家 好 好 谢谢 谢谢你啊 不好意思 家里很脏 我年纪大了 打扫起来比较不方便 爷爷 你都只吃罐头和馒头吗 是啊 反正我只有一个人 随便吃就可以了 原来爷爷真的一个人住啊 爸比妈咪 巷口的陈爷爷真的一个人住耶 今天爷爷不小心脚拐道了 我扶他回家 发现爷爷的屋子很脏乱 好像很久没整理了 而且三餐都只吃罐头和馒头 哦 一个人住啊 陈爷爷看起来年纪很大了呢 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去探望陈爷爷 嗯 我也准备一个营养饭盒带过去 太好了 陈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 预计本周末将有台风袭击 民众应该做好防台准备 哦 陈爷爷 陈爷爷 哦 妮妮啊 陈爷爷 周末有台风 我爸比说要来帮爷爷检查排水系统跟门窗 我妈咪说顺便帮爷爷把屋子打扫一下 哎 真是太感激你们了 我年纪大了 有一个人住 真的很不方便 没什么 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爷爷中午还没吃吧 我带了便当来给您 哦 吃吃看 合不合您的口味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啊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谢谢 谢谢 哦 哦 哼 看我的 陈爷爷 都检查好了 没有问题 哎呀 台风要来了 请尽量不要出门 注意安全哦 嗯 好 好 我知道 谢谢你们来看我 不但帮我把房子打扫得这么干净 还准备了这么好吃的午餐呢 陈爷爷 那我们先走咯 嗯 如果有什么需要 不要客气 打电话给我们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哦 哦 风雨好大哦 陈爷爷一个人不知道会不会害怕 哎 漏水了 真糟糕啊 哎 不行 不能一直麻烦人家 哦 哦 陈爷爷 妮妮 是你呀 陈爷爷 还是到我们家去躲台风吧 人多有个照应嘛 呃 好 好 真是多亏了你们 不然我一个老头子 平常生活起居已经很不方便了 又遇上了台风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是啊 快别这么说了 嗯哼 陈爷爷 你不用客气嘛 哈哈 哼哼 哼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周遭有一些年迈的老爷爷 老奶奶 他们或许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或是其他原因 而必须选择独居 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付出关怀 提供需要的协助 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健康快乐的安心生活 无形中我们也多了新一页新奶奶的疼爱哦